明知道是假的 这姜少爷还花这么多钱买 怕不是脑子有问题了 这分明是徐大少爷用机坑了姜少 这下姜少爷真是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喽 十五个亿 那可不是十五块钱 这姜少还是太年轻啊 对对对 你不在乎真假 那你就付钱呢 十五个亿 到时候直接亏死一百倍 徐少 今天我就告诉你个道理 有钱难买也开心 有钱难买也如意 这位姜少爷花了十五亿 怕不是已经被气疯了吧 是啊 任谁被下了套也不会开心的 下的就是想 一点涵养就没 少未受的刺激 又开始胡言乱语了 姜少 开脉后的规矩 不我情 而且您自重 你放心 我说十五个亿就是五个亿 绝不给你们酒疯稍费 哎徐少 记住我说的话 这瓶子吧 我开心的 他就指十五 你 你把这瓶子砸了 是吧 我花十五个亿听个响 徐少 不开心 奇怪 按理说已经花二十 怎么能提示 那那是什么 这瓶子里怎么还有个金文青瓷瓶 难道 这真的金文青瓷瓶 在这个假瓶子里面 不可能 这小子误打误撞 怎么能够真的 九龙商会王会长到 王会长 已经怎么亲自来了 这金文青瓷瓶 这价值 我们几个老家伙都是 自然 就要前来观赏 是 怎么 难道你这金文青瓷瓶 是讲的吗 不 是 金文青瓷瓶 质地荣然天成 还是出自大师之手 雕花金文 还需整齐 不是这样 金文青瓷瓶 不是废物学的垃圾 不可能是这样 要不你再看看 我可是九龙商会的会长 在我手里所看过的胡总 无下万简 从未看过谁 你们 别敢质疑我 而这件金文青瓷瓶 市场股价 至少二十个亿 二十亿 这 这啥 这就是你说的假货 只要二十亿 比你的命都值钱 你知道吗 这 这就是 青瓷瓶 你会为了 拒之二十个亿 就不够华了吧 出什么了 你死定了 你死定了 你给我打个仗 哎 学生 别急着走啊 你还没给我磕头呢 走 这是你母亲的医院 不行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要 是你男朋友 玩的 恭喜您 散财二十亿成功 开启下一层任务 请在七天内 散财五十亿 银行卡到账五十亿 这东西是拿到了 这男荣家不是完了吗 爹 到底怎么了呀 江鹏啊 虽然你有钱 但是这徐家 关系错综处长 背景庞大 恐怕之后 我女儿和你 会遭到徐家的暴露 哎 那可 既然小兄弟 能发现这金文青丝品的真品 就藏在这艳品 才能跑到这么多的好的东西 我觉得 你的健保成立 绝不一般 包围长客下来 如今 徐家针对于小兄 不知小兄弟 是否愿意 找酒商会 江鹏啊 加入酒龙商会 这可是天大的机遇啊 这样 我给小兄弟 考虑的是这个 这个 是我的文件 你有什么需要 随时可以联系 这不是王会长 第一次给别人自己银验 王会长得好 因为我心里了 但是 还是想自己开公司 啊 也对 这江先生 有自己的财力 有想法 这很正常 不过这几天 会有一场融资大货 我建议你 到时候可以去看看 多谢王会长提醒 不过这几天 怎么了这是 身为我徐家的继承人 怎么能如此不懂礼数 那个废物 让人有酒 让人做抗筛 让客户敲女人 我 我的家 这二十亿的宝贝 我实在也比较这口气 再过两天 有一场融资大会 只要我们投资那家食品公司 达到最大股权 我们徐家就会贫度轻语 到那时候 什么救龙上辈啊 那都是我们徐家脚下的蝼蚁 那太好了吧 这人的医生 要让他跪在我们一起 生不死 没想到你这个废物 也会来招商会 怎么 来出洋校 怎么回事 上次赌约还没实现 这次急着过来给我磕头啊 你不过是仗着 九龙商会会长 替你撑腰吧 不过这王会长 还真是年龄大 老眼昏花 竟然替你这个废物 徐哥 你父亲 难道没教过你 如何尊重浅费吗 王会长 你要替这个废物出头 扫完有一天 后 废物 他要是废物的话 那你输给他算什么 他这种垃圾 怎么跟我儿子比啊 徐家主 这个 就是你教育出来的好儿子吗 王会长 那江房 不过是凭着运气 发了几笔横抬 才勉强跻身于这上层之 他呀 这种驱冲一样的垃圾 根本不值得你如此对待 老夫走南床的 还从未看错过 今天废商会结束 我让你轻易看着你 在我身体里 背手里 你 我一定让你为今天说的话 付出代价 那咱们就会展身比一比啊 欢迎各位来到融资大会 我是这次大会的主持人 你是很活集团的负责人 我宣布 这次融资大会 现在开始 在这之前呢 我要宣布一件事情啊 我们很活集团的销售额 在全国范围内 再创 历史新高 没想到很活集团 这次销售额比上一次还要高 是啊 只要我们抓住机会 拿到很活集团的股份 那到时候分红 跟我们吃一辈子了 只要成为很活集团的最大股份 到时候别说是销售额 就是帝都的四大家族 也得有我徐一家一席之地 江房 我们要不要也去投一下很活集团 散财任务 这次是让散财出去五十个亿 如果全部投给很活集团 我必定成为最大股份 但以后 散财任务可就难做了 也许后面更好呢 再等等看 我看是钱花光了 来着招商会 只是走过程 可笑自己 你说什么 好了各位 现在我要宣布一件事情 我要给大家发发福利 我们很活集团的单只股票价格 和商品价格 只上调79% 很活集团的股票本来就贵 现在还上涨79% 这谁卖得起 股价太贵了 我们抗议 哎 你不要乱说 哪里贵了 我们很活集团 这几年只上调了79%啊 我们很活集团 很团的 这几年 我一直在看着我们很活集团 那难不难 我最辛苦 这么多年了 你们要多找找自己的原因 工资涨没涨 有没有好好工作 好 我徐家家大业的 无论你狠活集团涨多少 你们照单全收 不愧是弟弟家族啊 徐老板真是家庭 也大 是啊 徐家马上就要成为 狠国集团最大的 狐妖之商了 你怎么会是 诸位 诸位 在校 诸可黑 在校 司马 不错 这不两个大聪明文 我们两个是健康集团的负责人 我们健康集团的食品 甘蔗 卫生 绝对是你们投资的 最下限 虽然我们公司现在主于 赔钱的阶段 但是只要由我兄弟二人辅助 在座的各位 想要当世界首部 那你时间没问题 这是什么 这么明显 两个窝窝逻 这样有人信 那不有鬼了 我想起来了 这俩人就是个傻子 他俩吧 之前是司马家和祝国家的少女 可自从他俩创业以来 两人的百亿家产全部 百亿家产全部 回空 那谁敢投啊 这不吵死啊 当初他们二人的家族可是并都最大的家族 这么大的家也都亏空了 他们俩可真行啊 我还以为是什么能人知识 原来是两个傻子呀 快让这两个废话鬼去 谁会投资这两个下行啊 你不投资别打你们了 我们走还不行了 我兄 怎么好像不是我们的两主 你们还是走 等等 这个小子 我投了 张房 你疯了吗 他们俩项目可都是赔钱的 废物配傻子 你们还挺般配 果然是垃圾 连投资都不懂 是啊 果然 一个靠运气触碰到上层空气的废物 注定无法摆脱你下了人的身份和眼光啊 江先生 这可是个血辉的投资项 您确定想好了吗 我确定啊 我要投资健康集团 王会长这次还真走了眼 如今连这种废物都值得您付费了 是 极个愚蠢的底层废物 和我们这些地度的上等经营相比 还是差 文公 文公 您就是我们的补账那个人 你如此相信我兄弟 我兄弟二人 我兄弟二人 定让你当上世界首富 嗯 江坊 你没听说这俩傻子干什么都亏吗 而且他们还清了一屁股债 哦对对对对 你又不是说我都忘了 所以我们赶紧 哎 你们公司还欠多少钱 这个项目 我确定负责了 江坊 老娘上你放弃投资先还债啊 啊 我以为你让我先把债还了才能启动项 真是吓死我了 还真是几个蠢祸啊 是啊 每一家族都亏本了 你这个废物还能拿出多少钱吗 小美人 看到你这个废物男朋友了 你不如跟着我 等我们徐家扶摇之上后 我会好好逞 我让你跪在地上求我 谁说我要负责 你他妈疯了吧 你知道健康集团身上背了多少钱 身上古业 你身上还能再拿出十五亿吗 是啊 不过是个稍微有点资产的废物吧 在座的都是商业巨厄 和世家资历 你不过萤火之光 怎么和我们这群浩月争夺 你们一口一个什么世家子弟斗权斗权 今天我就让你们这些图老帽好好看看 什么是财神爷 就凭你也配称自己是财神爷 我徐家出身五亿 猴子狠阔集团 一头就是徐家俗子全部神奸 是啊 徐家十几代人积累的家业非常然能比 我们必须跟着徐家投资 到时候靠分红你多吃一倍 我投十万 我投二十万 我投一千万 实在很合计划的总投资 已经达到了十五个页 犯狼 我们已经投资了十五 这些钱恐怕你这辈子 干嘛 你徐家现在还要靠别人投资凑数 对啊 你跟江房比还要别人来帮忙 这不公平 公平 我徐家的人脉和势力 在整个帝都和云城人尽皆 就凭我可以跟我私家 小伙子 现在运作还来得及 没等到一会儿投资结束 被打断手脚的时候 买了主要 如果是两个靠别人投资的废味 还真以为是自己的钱了 你 爹 他只不过是磨不开面子 想垂死挣扎一下吧 区区十五个野 真以为我拿不出了 十五个野 可都是帝都一些家族的全部 是一个人 你怎么拿得出来 年轻人 你是真不怕说大话闪了舌头 就你这种小憋三 我看你怎么拿出的十五个野 徐少爷 论有钱 这费用怎么可能比得过您 徐少爷 跟这种穷逼有什么好方法 不妨 我带点收拾他 你一群狗野 看人低了 废 活出二十个野 二十个野 二十个野 二十一 你怎么可能 不可能 绝对是在虚张争执 他这种子 怎么可能有二十一 废物一旦耍我们 咱也给虎公子霹雳道歉 正方 你敢动我徐家的人 你这活的不太烦了吗 怎么 怕小动物 哪不能还手啊 徐家动物是你的鬼 别给脸不要脸 既然觉得我没钱 那就看看我能不能拿出的二次 有差 我都要看 你能不能拿出这么的钱来 有二十一 二十 不可能 妈 你这记性是不是坏了 徐家 我查了很多次 追我二十一 不过是二十一 你这些有点 你也是个假 根本就知道 这些世界的恐怖 哦 又多恐怖啊 我将在追踪武艺 终于封锁健康集团的物流渠道 徐家 我跟您看 我李家愿意出资三个野 通锁健康集团的宣传渠道 我上官家 开投资一个野 健康集团原材料的彩虹 都将送到现场 可以 看到了吗 这 就是异都世家的实力 江坊 如果他们真的封锁了这些资源 咱们怎么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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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